李靖載進軍荷里活 當男主角飛星國際 這日他在韓國出席研討會 分享在演藝事業多年的經驗 李靖載入行超過30年 不但是最年輕的青龍影帝 更是亞洲首位艾美長時帝 他覺得要事業得心應手 首先要將他變成興趣 才可以長造長有 李靖輝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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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所以在拍攝的作品上也不妨礙 而在其他作品的環境上 獨自的想法的過程 而在其他作品上演出的過程 也有相互的過程 李正左也透露 在海外拍攝和外國團隊合作時 經常會有很多粉絲 甚至製作組都非常關心韓國的演藝圈 李正左也說 看到韓風逐漸國際化覺得很開心 也很期待未來發展 《外國的演藝圈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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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